讓自己心情可以增好一點 看到小孩愛吃不吃 真的整個火都上來 極限 為什麼會小孩子會有起床 其實跟爸媽明明睡一樣的時間 其實是因為越小的小孩 他所需要的睡眠時間是越多的 對 所以其實比如說在國小以前 可能需要比我們的正常 再多到一到兩個小時的睡眠時間 所以其實他是真的可能睡不夠的 對 所以這個是起來有志 但是你的問題 是因為睡不好而害你怎麼樣呢 好 害你可能變這樣喔 自律神經就失調了 對 奇怪喔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講的很多的症狀 比如說情緒起伏 焦躁 因為睡不好導致了自律神經的失調 然後再導致了底下這麼多焦躁脾氣差 這樣子一層一層下來對不對 但是這個關聯性我們解釋一下好不好 我們之前其實有做過很多 跟這個睡眠有關的研究 其實睡不好它會造成非常多的症狀 其中一個就是它會容易造成 所謂的自律神經失調 我們現在講一個之前的一個研究 有個研究它把兩組人分 一組是睡不好的人 一組是睡得好的人 他們都去公司上班 去做一個調查 發現說睡不好的人 他其實平均的工作效率會降低2.4% 那睡得好的人 他平均工作效率會上升4.2% 也就是說他其實會稍微的有一些落差 那我們現在發現說是這樣 其實睡覺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在過去有一部很有名的電影 你要納多迪卡皮革演的叫做全面啟動 夢中夢 夢中夢 你有發現他會演的是淺層深層越來一層一層下去 事實上我們的夢真的就像走樓梯一樣 它本來是一個淺層的會越來越深 叫做N1 N2 N3會越來越深的睡眠 每一層睡眠它其實代表的功用不同 我們目前研究沒有辦法完全證實這一層是幹嘛 這一層幹嘛 但大致上淺層睡眠是在調整我們一整天的思緒 把我們的思緒放去該放的位置 深層睡眠是在調整我們的器官 所以當假設你這個睡眠它是由淺到深 慢慢的在從由深到淺 它就像是一個循環 當你的循環中間被打斷了 它是不是其實就沒有完成我們身體的整個修復 是從外到內的修復 這時候你其實白天起來的時候 你的身體是混亂的 所以它很容易會引起這個情緒的問題 甚至器官上可能都會出現問題 還會有什麼其他病故 對啊 我們現在已經發現 其實這個自律 這個失眠久了 第一個 老人家會出現社交萎縮 他會因為他可能情緒上的問題 或他一直覺得睡不好 他會一直躲在家裡 可是最可怕的是我們發現 失眠的族群 越是失眠的人 他其實跟憂鬱症有很緊密的關聯性 對 我們不知道是憂鬱症造成失眠 還是失眠後會變成憂鬱症 但是我們可以確定是 這兩個中間其實是有關聯性的 那會有因為這個睡不好 影響到情緒 自律神經失調 然後出大事的這個案例嗎 其實很多人是因為自律神經失調 所以睡不好 也是在現代人 因為他沒有辦法 我們常常講 睡眠是需要一個非常安全的感覺 你才能順利把開關關掉 然後進去睡覺 可是現代人因為他神經 他一直過度緊繃 所以他壓力極大 他沒有辦法順利關開關 所以他最常的描述什麼 有一個主管他就說 他因為換新工作 所以他扛很大的業務 他說他覺得自己那段時間就是 身體很累 可是腦袋沒有辦法關機 所以他那樣的狀況之下 就是持續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發現第一個 他幾乎很難入睡 那其實入睡之後 他說他就會常常做噩夢 等於說他常常會驚醒 那更慘的是他就發現 當這個情況開始變差之後 他說他的脾氣變差 更慘的是他的 對 他就說 那因為有時候其實會惱羞成怒 你知道他說那段時間 因為他又睡不好 然後他脾氣已經很差 然後又記不起來事情 然後秘書又沒有提醒 所以他那段時間 他說他就覺得很怪 他那段時間被檢討說 為什麼你今年這一年 你的員工流失這麼多 第二個就是他發現 他錯誤率非常的高 因為如果秘書又沒有提醒他 他可能他說那段時間 甚至有時候會忘記說 他跟人家遇到好事情 後來真的受不了 他就給精神科醫生看 精神科醫生說 其實他不只是 自律神經失調 造成了失眠 而且他可能已經 因為嚴重拖太久了 造成他有一點輕度的認知障礙 所以才會造成他 妄動妄兮完全記不起來 後來才正視他的問題 想說要從頭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大家想說 睡不好脾氣差 這可能只是初期 他說到後期 其實對整個人的影響非常大 太甚了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 像剛才那種做噩夢的情況 有一種病 它跟神經退化也有關 那也是一種早期症狀 因為有一個年輕人他知道 他說第一個時間 他只是發現自己 奇怪這段時間 睡不好之後 他就噩夢連連 然後接下來他開始發現說 他有時候 常會到一些便祕的狀況 然後覺得有點僵硬感 因為他肩膀痠痛 一直一直都沒有辦法看好 他去看醫生發現 對 後來醫生就說 八星症病的症狀也包括 睡不好 然後呢 然後呢 不明原因病病 你如果沒吃纖維當然病病 但你也有吃纖維 你有幹嘛 本來沒有問題 突然這個問題 然後他說開始一些僵硬感 痠痛感 也是警訊 但是你這樣說 其實我們說實在 我們睡眠不足 然後脾氣暴躁 有一些什麼 不管是什麼樣的狀態 我們總是想辦法 要把它改善起來 當然 怎麼做 尤其就喝一杯啊 剛剛還是說喝一杯 大家壓力都很浪 沒有啦 我後來上網找那種白色音樂 因為我兒子他很愛講話 在睡覺以前 就是你陪他躺在那邊 他會一直跟你講話 講... 其實他已經很累了 他就是不願意睡覺 所以我只要找 譬如說故事啊 白色音樂 他只要聽到有聲音 他就不會有聲音 然後 對 但是呢 我也發現放白色音樂 我會比小孩還要更早睡 因為看到我睡 他們就不會吵我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法還不錯 那這個不錯 來來 一群 我方法有很多啦 你知道這個東西其實 譬如說泡澡啦 我覺得泡澡可以放鬆 然後後來呢 我又聽人家講說 那個吃香蕉 然後因為香蕉聽說 首先就是也是幫助排便嘛 然後再來就又有人講說 什麼吃香蕉 你吃香蕉會心情好 然後再來就你知道 因為沒睡好脾氣也有點暴躁 所以你吃香蕉會心情好 然後又有人講說 比如說吃香蕉會比較好入睡 你知道食品類的東西 也不能過 這樣 好 反正你找到一個泡澡是有效的 對 我覺得泡澡就是放鬆 可是溫度不能高 溫度如果太高 我通常會精神更好 當然 當然也不能太低啦 你泡得很久 也不能泡太久 不能太久 不能太久 我其實真的泡不久 我大概十分鐘左右就出來 那真不久 對 因為我如果再泡久一點的話 我其實也會精神很好 真的 沒錯 有抓到自己的節奏了 對不對 何希 我的是比較那種 因為我如果要睡覺 我就是希望自己是立即入眠的那種 所以我會是比較極端一點的 因為像日本之前有出那種助眠水 然後那時候去日本 我就是扛一打一打這樣 助眠水 它其實算 它就說它裡面 我不知道它裡面含有什麼 就是你喝半罐 你就是會很想睡 它不是酒喔 安眠藥 它就是類似安眠藥的那種水就對了 對 它是便利商店就有賣的 便利商店 然後有一個叫做快樂香蕉錠 它就是裡面是不知道是 它聽著都斜斜的 濃縮的 就棉水快樂香蕉錠 就多五香蕉就換個概念 對 因為它是濃縮的香蕉 把它弄成錠 濃縮香蕉 你這些資源都是從POP裡面 就活著的嗎 太疲倦了 好像我是要頭還是 還像人 吃那個快樂香蕉錠 它大概十五分鐘 你就會 手機就會想要放在旁邊 因為你已經開始有 手機就想放在旁邊 就想放在旁邊 因為你已經有一點暈的感覺 你就直接就 眼睛閉了就睡了 然後我們現在從這個比較一般的 泡澡啦 白色的音樂啦 對不對 這一種的 OK嗎 瑞俊剛剛講的泡澡 其實是一個我們蠻建議民眾 一般的時候在家裡做的一個方式 這是非常好 而且它的整個觀念都是很正確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的水溫不要超過42度 因為的確超過42度 它就會讓你的心情 反而是過度興奮 所以這是不好的 那你什麼時候 有些人會說 可是奇怪我睡前暴澡我更不想睡 其實你是要抓好那個時機 我們在泡澡的時候 我們中心體溫會上升 對 當它上升的時候 我們出去外面 在一個一般的冷空氣下 它體溫會自然的下降 當我們發現 下降0.5到1度的時候 你身體會誘乏想睡覺的感覺 那個時間去睡覺 它會比較容易是比較深沉 或比較穩定 而且情緒是穩定的睡眠 所以這個是好方法 那再來剛剛有講到這個 維琪有講到的一個固定的音樂 其實固定的音樂就有點像 我們會建議說 如果有一些容易情緒緊張的人 你可以坐在床上 或者是坐在地板上 做一個冥想 冥想或者是聽一個固定頻率的音樂 它會讓你的頭腦比較穩定 它比較不會去想東想西 所以這兩個方式都是 其實都是可以建議一般的人做的 但是還是要看人 如果你現在是情緒大 壓力很緊張 可能就要使用核心的一些 什麼定狀啦 用核心的偏方 那你老師那香蕉PK 香蕉什麼 快樂 定 但是我們剛剛講 瑞君在講到這個香蕉 那香蕉因為裡面有很好的鎂離子 那鎂離子其實我們會建議 你在睡前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你吃是可以真的有達到 睡前一個小時 放鬆神經的一個作用 那另外香蕉也剛講說 含有一些膳食纖維 也可以幫你排便比較順暢 你身體比較舒服之後 你會比較好入睡 那剛剛在講這個快樂香蕉定 其實那個東西是我們台灣之光 是台灣眼法 真的假的 你聽過這個嗎 我會不會講到這兒 不知道 我們就在這兒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那要晚一點 可能還會說 我不會講到這兒 就是你們的 我不可以講到這兒 你過來想說 你會自動的 極臨 那麼 你會不會掌揚 我想說